大家好,我是多利平亚顾 今天虽然天气不那么好 有可能接下来几天天气都不得了 但是我还是在实行我的一个小计划 那就是通过一百块钱的生活费 生活七天在户外 那乍了听起来一百块钱好像还是挺多的 那生活七天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其实我自己列了一张表 这张表上一看光买水 一桶十二升的水就将近十九块钱 将近五分之一的一百块钱已经去掉了 那加上油盐酱醋再加上这个水 小一半的生活费已经去掉了 所以留给我买菜的钱大概只有五六十块了 所以看到我的这个表格上面 大部分还是蔬菜为主 肉类的话只有两个鸡腿和一点点的肉皮 另外如果是鸡蛋也算的话 那也算十块的分散 所以我通过以上这些菜 我要生活七天在户外 那这七天当中的话 我还会寻找一些可能的食物 比如说掉下鱼 挖一下野菜 那希望能够成分满 我这次出行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有两个 第一 我这套 所有的复制超车的装备 也传的差不多了 就是想测试一下 这套装备在户外生活的一个情况 以便我接下来去更远的地方 做一个测试性的生活 那第二个 就是现在已经是三月底了 快七零了 春光一片大 在家里面憋了半两个月了 所以实在是想要出去 那 出上海的话 出神 可能 不是太晚 那我就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是还在上海 只不过是在上海 比较郊区的地方 没有人的地方 我来 去待一个礼拜 然后我 这次去的地方是上海的冲民岛 那冲民的话也是作为 一个生态岛 风光也是 相当不错的 所以我选择 这七天 会待在那边 反正 还是很多会知 所以我们现在出发了 出发了 出发了 我即将前往的冲民岛 是长江三角洲的冲击岛屿 中国第三大岛屿 岛上地势冰炭 土地被窝 自然环境优美 适合修身养性 上海长江隧道 南起护重苏立交 下川长江南港水域 北至攀原公路立交 线路全长8955.26米 主跨桥段全长7470米 上海长江大桥 东起上海市崇明岛 上跨长江口水道 北至长兴岛 线路长16.63千米 跨江正桥长9.97千米 崇明岛每年增加5平方公里土地 预计在50年后和北边陆地接长 也就是江苏省 哇塞 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靠近 发电通车 哇塞 听这声音好恐怖啊 효haus 哈喽同志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现在就在这里准备做饭 上午到现在还没有吃过饭呢 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找这个位置真是千辛万苦 还没有吃饭 现在已经做了一个小鸡 现在要做一个小鸡 把鸡蛋吃到处理 才能吃一分 还能吃一分 一分钟 现在 这个鸡蛋 就這樣慢慢走 来,来,切手带 好事 装个柴火炉 晚上用柴火炉来做饭 现在去找点柴 这里一大堆柴 看着很多 但全都很湿 然后把它好烧 或者去找一下 有没有更干一点的柴火 这个柴火炉应该挺好烧的 还是这个 好费 好了 准备开始做晚饭 就拿材料 看多可怜 一个空碗 然后今天晚上能吃点肉 我总共就这么点肉 肉里面 两个鸡腿 这么大一个冰箱 就算这么大 这个好小 我们先吃个蛋 这个蛋 哎呀我算了看吃几片呢 Capitol 岛屉 看 霜 아니면 他 是 都没100 到 就是 他 看 宝贝 太 你 她 要不得了 是 Suffie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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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